原来通过小小屏幕 见面起来的情感 也可以那么那么深刻 昨天姐姐又很荣幸的 再一次参加了 小树森姐姐的 夏日好友见面会 我们见到了 好多好多相识已久的云朋友 也收获了超多的惊喜和感动 但最最让我们触动的 还是人群里那个 安静的她 其实无论是机灵姐 还是我们家 一直以来都只是把自己 当成大家的云朋友 我们记录着各种琐碎的立场 分享着各式各样的喜怒爱乐 我们从来都不觉得 自己有多么的了不起 因为屏幕后的你们 才更了不起 你超动的